我看到畫面的時候我其實自己嚇一跳 我就可以嗎? 我就這樣 畫面就是整個壓在上面啊 就很不OK的畫面 不OK的畫面 可是傳說中的那個 董哥首帽啊 我就不相信這邊不會通到 嘿!既然你都SIGENT了 那等等別幫我們等到直路發問囉 就黃鐙輝與阿喜還有乃哥 把好一同出席新節目開播 黃鐙輝因主持人要求公主帽阿喜 但這次戴上的隔熱手套 一定是被上次鴨胸辣摩事件聽到啦齁 我覺得過世殺人也是殺人 當下有反應我就馬上跟 被我碰到的那個 那個玉涵我就跟他道歉 對啊呢? 誰知道啊?誰知道啊? 播出的時候被罵才知道嗎? 玉涵說有嗎? 當下我就跟他說那個播出也被罵 我就跟他講說那個你有不舒服嗎還是什麼 就是當下我是不知道 有嗎? 我沒有感覺耶 如果你有碰到的話 應該是這個牛腹辣吧 他也不知道啊 他也不知道 當下就是公司有說要不要剪掉 我說不要剪 幹嘛剪掉 我也不是故意的 為什麼要剪 後來他說他的保護你 我還是把他剪掉 剪掉十第五名三百年 那一次是本來沒有要功夫報 然後突然那個玉涵哥說 等一下有個橋段 然後就性感女神來了 然後就衝過去就功夫報 然後就把他倒走 然後就去打你的頭 很好笑起來 結果也沒有彩排啊 他就進場之後 就衝進來就一跳 一跳我手一伸 然後他是整個人自己跳上來 我當下 抱到他的時候的那一 我現在講有點 有點對那個 女神有點不好 因為我當下的感受是 你那麼重 然後我怕 我怕沒有抱好他會掉下去 然後我一走 就被打頭 就放下來不到兩秒 所以就被罵 而且不是我選擇部位 我是被攻擊的那一 然後在頭被碰到 我才被受害 對 我才是 這樣怎麼講 老婆的 老婆一直笑 他就笑你什麼感覺 我說我沒有感覺 他沒有感覺還要被罵 超可憐的 對你犯了犯了犯了白眼 有點幸災惹禍 對 然後我丈母娘也是在那邊笑 老婆有叮嚀你嗎 就是下次可能要注意 他不用叮嚀我 我自己就會小心 我以前就是會覺得 反正只要做效果比較重要 現在我會覺得 避嫌比較重要 這個事件後來回想一下 我覺得 只要你問心如愧 然後誠實的去面對他 其實 看起來好像是不好的事情 我後面都是好耶 網友看到說 阿妳是豬喔 誰會在電視 正在播攝影機面前 然後光明正大性騷擾 一看就知道不是 演變到後面是 神玉琳歡迎送 演閱率提升了 性感女神玉涵 本來沒有什麼人認識她 一堆人認識她 然後她的 按讚數上升了 然後那天我們去代言 去宣傳我代言的那個產品 剛剛好 大家都知道 一個我被罵 得到了三個新聞點 辛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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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神魄 神魄 神魄